回憶初初 高唱我的歌 名思初初 不免會驚發 誰的欣賞 誰的鼓掌退後 我的自由度會大一點 因為曾經跟一些舊的同事合作過 所以他們對我很了解 亦比我多了參與內部製作的會議 以及在以後唱片或演唱會的過程 我都可以加入自己的意見和大家商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感覺是令大家更有默契 其實他們跟我說可以天馬行空 做不做得到是一件事 但大家很希望將大家的想法 心裏想做的事都說出來 例如說我想唱什麼歌 在演唱會裏 還有有沒有很想合作的音樂人 我想嘗試的歌曲風格 大家平時都會聊天 在演唱會裏 這首歌是講一個關於成長的故事 是講我唱歌都眨眨眼 都十一年了 是講我在過程中的收穫 我想學到的東西 還有我自己的成長是怎樣 還有這首歌是為了演唱會 而幫我度身訂做的一首 我覺得這首應該像我演唱會的主題曲 歌名我都很喜歡 歌名叫做《初初》 就是看我 這年剛開始《初初》的時候 是怎樣的 一直回顧我 看回這個過程 然後到現在這一刻 我除了準備我自己的演唱會之外 我還會和Chris Bavida 做一首唱片 這首唱片就是Chris Bavida 當然是這個音樂 director 整首唱片是由他 從選曲、選材、錄音 到後期的所有東西 他都會參與其中 以及起了一個很主導的位置 現在這首唱片已經開始了 所以這段時間 我在做這兩件事 例如是 之前合作過Chris Anthony 杜志慈 今次的演唱會 會和我2007年 第一次演唱會 當時的Keyboard 叫做Johnny 現在已經是鼎鼎大名的音樂人 這麼多年之後 大家再在一起玩音樂 希望會有新的火花拆出來 未知未定 要看公司和監製 和導演他們 有什麼想法 因為大家都是開放的 想到什麼就會拿出來一起聊 但現在未曾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會不會找嘉賓呢 或者是找嘉賓 是找男生還是女生 會不會合唱呢 這就未曾詳細定 我 我公司的同事都有說過這件事 就是說 好不好到時在演唱會的時候 都會拍一段 當然不是整場演唱會 嘗試一段 可不可以用4K來拍 到時看看怎樣 可以讓大家看得到 或者跟著這張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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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一些形式去出的方向 都有說過 但到時都要看實際的情況 是怎樣 今次會多一些Live Band的感覺 其實之前一直都是Live Band 但可能會有很多襯底的音樂 是預先在裏面 但今次連這些都會減少 大家在台上看到多少件樂器 就是多少件樂器